星宇航空二十五日 在證交所以二十元挂牌上市 盤中最高價三十二元 一度強漲百分之六十 爆二十五萬張大量 是當日成交量最高 從上市申購開始 股民眾磨刀霍霍 申購累積一百六十萬七千五百五十八笔 中間率百分之二點四八 除了董事長張國偉的個人魅力外 對星宇也抱有期待 他要做翻倍的這個機隊增加航線 第三航下如果落成的話 他也是很大的社會顧 星宇主打精品航空路線 走出不一樣的航空品牌外 獲利能力也是關鍵 疫情解封第一年由虧轉盈 專家預估最快在二零二六年 就能發放鼓勵 解封之後整個爆發的出遊 航空公司它的獲利 都在歷史的新高 國內法人就預估說 星宇的明年的獲利的年增率 應該是最好的 要穩健的經營這家公司 我想公司好 股價自然就會高 疫情後航空業復蘇 星宇開航四年多名列航空四雄 主打精品服務的新創公司 在自稱小白兔的董事長 張國伟領航夏 成功在市場掀起討論話題